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唱着歌 他看上去心情很好 精神焕发 他身上那件淡黄色的陈衣 就像照进厨房里的一片太阳光 把整个厨房都照亮了许多 夏洛特进去的时候 他响亮地亲了一下夏洛特 早安 小天心 读完这条素材 我们发现这位妈妈是一个性格十分开朗活泼的人 怎么发现的呢 首先 从穿着来看 是一件淡黄色的陈衣 衣服的颜色属于暖色调的 一般来说 当人们看到红 橙 黄色的时候 就自然会联想到太阳和火焰等 让人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当看到蓝 绿色时 就会自然联想到大海 苍山等 让人感觉到凉爽 甚至寒冷 妈妈的这件淡黄色的陈衣 颜色明亮 给人温暖的感觉 就像一片阳光 把整个厨房都照亮了 一般 开朗活泼的人喜欢穿比较鲜艳的衣服 而文静内脸的人喜欢比较素雅的衣服 接着 妈妈看到夏洛特进来时 亲了他一下 这里的亲不是轻轻的亲 而是响亮的亲 可见是很用力 很大声的 这个词从力度和声音两个角度 写出了妈妈在亲夏洛特时的动作 一般来说 安静内脸的人做事时会很小心翼翼 动作幅度偏小 很轻 而外放的人一般动作幅度比较大 发出的声响可能也大一些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妈妈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呢 看来 想要写好人物的性格特点 不仅可以从人物的衣服颜色入手 还可以从人物的动作 比如幅度大小 发出的声响等角度来写 当你想要描写一个很开朗 很乐观的人时 就可以用到素材里的方法了 比如 我们可以这样写 早上起床时 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着 她一边煎鸡蛋 一边哼着歌 看上去心情好极了 她身上那件橘黄色的裙子 就像照进来的一片阳光 整个屋子都温暖了许多 那么 除了写衣服的颜色来表现人物的特点 还可以怎么写呢 第一 可以写衣服的样式 一般性格张扬的人喜欢穿华丽或者很独特的衣服 而踏实文重的人穿得就比较整齐 甚至古板一些了 比如说 爸爸每天早上都要把西装穿得整整齐齐 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皮鞋擦得正亮 胆衣胆裤脚检查无误后 才肯出门去 第二 可以写人的声音和动作 乐观开朗的人说话的声音和动作幅度会比较大 比如 我刚进门就被阿姨紧紧抱住 然后在我脸上响亮地亲了一下 以宣布的口吻说 今后你就归我管了 最后请你完成课程小演练 选一个人物描写一下她的性格吧 请你选取一个人物借助颜色和动作描写 来说说她的性格特点吧 想一想她平时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什么样的 做事的时候是笑着还是愁眉不展呢 试着把你观察到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期待你的小作品哦 坚持打尼 坚持打嗝